好,大家好,今天这个主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Audio Service App的配对方法还有功能 基本上呢,以Audio Service来说,在你的手机上面除了Apple也可以在安卓手机做下载 而且这个APP的优点来自于它不限任何的助听器机款 也不限它的等级,也不限制一定要有蓝牙才能使用这样的一个APP 简单来说,它非常的好用 那谈到它的配对方式,大概可以分成这三类 你可以使用QR Code,你可以使用蓝牙配对,你也可以使用所谓的手动配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几种配对的方式有什么差异呢 首先我们应该要把它分成两大类 换一句话说,QR Code配对跟手动配对它的原理很像 那简单来说,它是你的手机,在你配对完成之后 日后当你在使用这个APP的时候 手机的喇叭就会发出一个很高音频的声音 频率非常的高,它其实就是利用这样的高音频的方式在遥控助听器 但是也因为它是单纯仰赖你手机的APP 去发出这么高频的声音去遥控助听器 那助听器本身是没有办法回报你的手机它目前的状况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单向遥控助听器 所以如果你把音量调大或者是你切换了程式 但是日后手机重新开机,你的APP的画面却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它是属于单向遥控助听器 好处是原则上它可以适用全式系列的AS的助听器 而且和全部的手机 但是当然相对的缺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它是单方遥控 所以你的助听器本身如果重新开机以后 它的状态并不会显示在你的APP的画面同步上 所以变成你自己要把APP的选项 就要自己手动的调回来它的开机状态 那如果谈蓝牙呢 蓝牙的优点比较多 因为它基本上你是可以利用手 它是利用手机本身的蓝牙功能去遥控助听器 所以呢因为手机跟助听器本身经由蓝牙 所以换一句话说两者的内容是会同步的 你可以用手机的APP控制助听器 或者是助听器 当你按加减音量的加减或切换程式 同时你的APP画面也会同步显示 但是当然这是优点 缺点就是一定要有蓝牙功能的助听器 及相容的手机 那还有它更带来另外一个好处是 万一在有些情况下 你的手机蓝牙功能关闭时 这个时候这个APP仍然可以使用 因为它就会变成发出那个很高音频的讯号去遥控助听器 不过就是一个单方遥控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配对方法 原则上第一个配对方法是QR Code的配对 QR Code在哪里呢 原则上进入到你的选配软体 在记录里面 进入到你的记录 你就会看到这个文件 那就把这个文件呢 开到最后一页 就看到QR Code 你可以用右上方的放大镜 把QR Code放大 这个时候用你的手机 点击了这个QR Code配对之后 直接就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QR Code之后 它就会跳出来这个画面 原则上它建议你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 把助听器重新开机 等到开机音乐声结束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点击开始连线 当这个时间留意一下你的助听器 是不是被配对完成 它会发出一个确认音 两耳的话就会听到两次 有听到按是 没有当然你就按否 这样你就完成了所谓的QR Code配对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蓝牙配对 如果你是iPhone 原则上就进入你的MFI蓝牙配对 蓝牙装置的配对画面 也就是在你手机的设定 进去里面找到所谓的辅助使用 在辅助使用里面 就有所谓的助听装置 进去以后开启蓝牙的搜寻进行配对 如果是安卓手机 我们会建议你直接使用这个APP 点击所谓的蓝牙 这个时候它就会带着你去完成 安卓的蓝牙配对流程 使用蓝牙配对 其实你的画面会带来不一样 会更多的功能 有哪些额外的功能必须在蓝牙配对的时候 你才能享用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蓝牙配对 在连线的状态下APP的画面跟助听器两者的状态是同步的 再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口罩模式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戴口罩 所以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口罩模式 那个声音听起来会让语音更清楚 那还有呢 你可以看到你右下角会有这个符号 所以我们的用户就可以选择是要双耳同时音量的调控 或者是要分耳调控 这个也是需要在蓝牙连线的时候才有这个功能 那另外你可以如果你有配对所谓的蓝牙装置 也可以使用这个APP进行蓝牙配件的操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对在安卓手机的方法 所以就是你点击了所谓的蓝牙配对 这个时候APP就会带着你完成所谓的蓝牙连线 你要允许地点的存取 这个时候它就会带你进到下一步 直接点击它 然后它就叫你要开机注定器 开完机之后呢 它找到它 它就会自己呢完成蓝牙的配对 那这个部分大概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连线 留意这个画面一定要显示是一对右加左 等到完全出现了 你再点击它 那这个时候APP自己就会完成剩下的步骤 去把注定器跟手机完成蓝牙连线的配对 这个是属于安卓的配对方式 那好了之后恭喜你 你就完成了这个APP的蓝牙的配对 好 那这个是 再来我们再进到下一个配对方法 它叫做手动配对的 手动配对 那原则上顾名思义就是要手动流程啰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点击手动配对 接下去它就会问你 你是不是属于这个audio service 有一个level M 那多数的你们如果不是属于M这个等级的 这是非常低阶的那个注定器 原则上就点否了 那接下去它就要告诉你 在一个安静环境下把注定器重新开机 那等到开机音乐声结束之后 你才开始按下开始连线 这个时候注定器应该发出等等这样的一个确认音 有听到我们就暗示 下一个问题它会问你 你的手机是不是支援方向性聆听 原则上必须要等级16和12 有4个麦克风 两耳加起来要有4个麦克风 才有支援本功能 那接下去你是不是知道 有多少个频道数 就是依照你在软体里面的频道数 那接下去还有就是有没有使用耳铭功能 这样子之后 选择完之后 你就完成了手动配对 那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Audio Service App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看到就是你从左上角点击这个目录 它就可以使用所谓的控制的功能 那在这个控制的功能里面 你可以使用所谓的音量控制 在画面的下方是属于音量的控制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所谓的音色平衡 音色平衡主要是让我们的用户可以调整高音跟低音的这个微幅的调整 再来如果有使用蓝牙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所谓的蓝牙配件 点击这个串流的画面去启动蓝牙电视盒或者是蓝牙麦克风 那再来还有最右侧 如果等级16跟12 你是属于双额选配总共有四个麦克风 就可以享受这个方向性聆听 让我们的用户可以自动决定他想要聆听的方向 或者是方向性麦克风的角度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那记得这个方向性聆听只会显示在程式1的下方 你才可以找到这个方向性聆听的功能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目录里面找到APP的设定内容 APP的设定内容你可以查看这个APP的版本 又或者你可以去变动助听器的设定内容 例如延迟开机 例如低电量的提示声的间隔 那最右边如果你今天想要重设助听器 重新配对 那么日上点击这个设定APP就会跳出来这个画面 那你就它提醒你 如果你继续的话 那原来的配对记录就会被删除了 所以你就按OK 那就会带你到一开始的那个配对的画面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查看这个电池 注听器电池的状态 在蓝牙连线的时候你点击它 点击那个下拉式页的页面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目前注听器的电量 那如果在蓝牙断线的状态 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点击这个APP的画面 依它的提示声来告诉你目前注听器的这个电量 不过针对用APP来检查注听器的电量 建议大家这个部分只是只做参考 它的准确度其实就是只是跟客户说 这个是有待 就是这个只能当参考 不是当绝对值 那以上是针对我们audioserviceAPP的介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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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